。 盛正王怎么样了。 王妃,此毒十分厉害。 殿下脏腑受损,高烧不退。 恐怕会有性命之位。 那还有什么办法啊? 这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希望上天必有。 殿下。 殿下。 殿下选人来看你了,殿下。 殿下距离于此, ож不yl。 王妃 你干什么 王妃我自知罪孽 不敢求你原谅 可是我求你 今夜让我照顾殿下 好不好 我魄力让你见他一面 已是违抗太后旨意 王妃 你爱荣旨吗 你不说话 可我知道你不爱他 一场朝政的联姻将你们拉在一起 让你们变得都不快乐 我嫉妒你 但是我也同情你 我嫉妒你有郑妃的名分 嫉妒你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 但是我也同情你 同情你得不到夫君的爱 也丧失了得到幸福的机会 可是王妃那我呢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如今我只想见他一面 都要如此恳求 王妃 我就不可怜吗 王妃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就当作是可怜我 王妃 你起来 我不喜欢别人跪着求我 王妃 王妃 我求求你了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王妃 王妃 我纵然再爱一个人 也不会为他失去尊严 更不会姚维起怜 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爱他 人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 你为了爱他连尊严都不要了 等到了失去他那一日 你又如何自处 人各有志 你留下吧 主子 药来啦 主子 主子 来人 来人啊 怎么回事 主子 你醒醒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儿添乱 还不快收场 主子 家人扶回去 找太医前去诊治 快点 多谢王妃体恤 主子 连战都站不稳了 还拼了命地要照料殿下 结果自己昏迷不醒 弄得这一团糟 这个马侧妃 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别说了 我留下来便是 你再倒一碗药来吧 是 荣汁 荣汁 你一定要快点耗起来 不要 爹 马侧妃这是好了 是啊 好多了 多谢关怀 兰若 你这是何意啊 王妃正在屋里照料殿下 不用劳烦马侧妃费心 兰若 我可有得罪之处 侧妃向来待人有礼 怎有得罪之处 兰若 我知你伺候王妃 可是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别忘了自己真正的主子是谁 更别忘记 自己也是大魏人 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可惜侧妃好像并无自知 奴都断提醒一句 王妃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其他人都应该守住本分 不该僭越生事的 你放肆 马侧妃 殿下在朝中父辈受敌 担惊劫 回到府里自然是希望 妻妾和睦 风平浪静 王妃是个大度的人 不屑于妻妾之争 才会一再容领 但你别忘了 王妃能容 未必太后能容 马侧妃 请回吧 好 很好